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长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很多专访 来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在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很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集资的力量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跟大家讨论的立法院 有关于新住民基本法的相关的讨论 但是没多久 立法院就已经修会 然后这个案子也已经通过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在立法院 我们看到好像媒体的报道很多 然后也很热闹 但实际上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法案 在立法院同时也在审议 所以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就是 我们仿佛看到了很多的立法院的新闻 可是对这些审议的法案 我们的了解相对加是比较少的 事实上有点可惜 那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些跟媒体 有关的法案也进行这个审议 不过最后跟媒体有关的部分是通过了这个NCC组织法部分内容的修正案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要来跟洪珍宁洪老师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一起来讨论这个被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休会期间来好好的检视一下 因为下会期也许这个案子又会上场要来去做一些审议 洪老师你好 中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洪老师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是在立法院的约会期间就想要来谈了 不过那时候实在是太热闹 然后我们的时间也比较不能有办法瞧出来 不过我想这样也好啦 就是趁着这个休会期间有很多东西应该要来准备一下 要来了解一下 那这次的立法院的虽然有好几个议案 特别都是蓝白提出来的 蓝白两个政党提出来 那但是其实只有通过 我的印象当时有通过这个NCC组织法 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里面的一些部分的条文 他最重要是这个修改NCC 这个七位委员他们任期是四年 然后呢过去是联选得连任 那现在改成是任期四年仅能够连任一次啊 那比较有一些争议比较值得去讨论是说 删除旧委员严认的过度条款啊 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现在NCC委员还没有选出来 但是这个部分的委员的任期已经到了啊 但是如果之后这个法令正式的这个实施之后 那这些委员大概时间到了就会下台 那事实上你当过NCC的委员了 那我不知道有这个好像任期是就是任期到了就下台 那感觉还蛮合理的啊 可是如果下台然后不下台又会变成说哇 像过去的公共电视这个董事严认了五百多天 那个也蛮奇怪的啊 那你做一个NCC的委员 你当过NCC的委员 你怎么去看这个修正案啊 好的谢谢哦 钟翔这个案子真的也是让大家觉得 呃NCC非常的难运作 或者是说当然现在看起来蓝白立委 非常的关注NCC 好那回过头来 我想我们先提供一些基本的讯息 就是对NCC委员是四年任嘛 那现任的委员呢 他们的任期就到今年的7月31号 好所以其实已经好时间非常的接近了 好那如果照过去的 好包括组织法里面要求 或者是过去的实际的政治的运作来讲 好那在任期前三个月好会由行政院长来提名 下一届的新任的委员 然后请国会来行使同意权 好所以这些事情呢就会在呃 原来的委员任期到的前三个月好就会这样的处理 然后立法院通常他就会开好开会 然后来审查然后行使他们的同意权 好那过去好像真的 呃就算超越可能对人选会有一些争议 好可是好像也不至于会弄到说 哎好像实现到了还没有办法同意信任的委员 好不过很不巧的就是我们今年正好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其实都已经好这个就是七月底了好 好可是国会能好一直都没有实施的审查好行政院 而且还修会不会审查了吗 好对也就是说其实在他还没有修会之前 那行政院也已经依照法令的要求三个月前就把这些他们想要提名的下一任的委员 好就送给国会了好可是 好确实他们在过去的三个月他们可能更关心其他的事情好 以至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是不是对这些新的提名的人不满 或者是好呃可能不知道是人选的问题或者是说是对于行政院是不是没有跟在野党好做一些沟通等等好 好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好确实好这个国会在受会之前并没有做实施的审查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国会反而把心理放在哎那我们来修组织法让这些人不可以延任好 好现行条文就是说我觉得现行条文比较好理解是说哎那你让一个组织他要维持他正常的运作吗 好就是因为委员会是这个NCC最重要的一个决策机制好然后他有七名委员嘛 好所以他正常来讲他要能够开成会才能够去决策一些重大的政策事项 好好那现在一方面好就是说该行使同意权的国会呢好自己不审 另外一方面呢就修法就说哎那现任委员好如果现任委员没有产生现任委员也不能延任 好那我想这个其实最可以我想一般我们可以理解的结果就是说哎那NCC可能会停摆 好那当然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呃所谓的可能会停摆是NCC的委员会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依法运作 为什么因为NCC的组织法里面还有一条是说委员会呢要这个委员总额的过半数才可以决一 好那很简单嘛因为呃原来到七月底好该卸任的委员其实是有四位好那七位里面要卸任四位又不能延任好 其实剩下三位总额是不过半的好所以依照好组织法这样的运作下来呢好它变成可能委员会是没有没有这个好合法的决议好跟开会权限好 好不过也不是说问题完全不可以解决了好因为如果就说他针对传播政策重大事项或者是立法等等的重大事项必须要委员会来做决议好可是如果是例行性的或者是比较技术性的事物好那其实是可以分层授权 所以所以我们很多人会担心iPhone16没有办法上市这个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啦因为当然可能对不对你说这个NCC什么要针对呃哪一个诟病案做做决定 没比这个社会没有太关心好可是当iPhone16那么上市的时候哎尤其这个是果粉哦大家就很在意我是蛮在意的啦对对对对好还好因为我买了去年的食物好开玩笑好不过我这边要讲好因为我也针对这个议题确实有请教过 NCC的人那去依照分层负责的这个基本的原则还有第二个如果其实iPhone的新机的审验它是其实是比较属于技术性的事情其实在NCC现行的运作里面它其实已经分分层授权负责了所以可以请大家放心并不会影响你的意思是说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可能不会有影响但是在一个重大的一些案 那案子包括一些修法或者是 因为有没有业者会担心啊就是所谓的 这个上架下架的问题吗有些电视上架下架问题或者是执照的审议 有些有些人会说我要上了你突然间委员不见了或是不够我能够还能够上这个频道吗 那这个可能就跟比较大的项目这些都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对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看那个NCC的组织法第九条它确实有提到说哪些事项是必须有委员会决议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通讯传播的监理政策我想这个政策还有一些法令重要法令还有重要的方案的审议等等 所以像刚刚中想提到的没有错了今天如果拿一个频道要上架下架等等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这个确实必须经过NCC的委员会而且有时候委员会里面其实会做充分的讨论甚至也要请业者来委员会进行沟通了解 那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让事务官他就可以去决定的 所以回过头来当然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果粉可以稍微安心一点是说iPhone16照理说7成不会受影响 那第二个是可是如果今天牵涉到重要的传播政策或者是牵涉到这些通讯传播业者的重要的一些营运的事项 还是得经过委员会所以回过头来可能真的要去请在野党的这些提案修完 就是说而且是支持修法的委员他们真的要想一想 因为我也听到他们可能有些说法说没有错他们他们的用意就是要让NCC停摆 可是我认为说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你让一个重要的部会因为你的修法而陷入停摆 然后重要政策是没有办法去行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或者是负责任的国会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这蛮重要的特别是很多是可能觉得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好像就是iPhone16这些比较技术的东西 没有问题就没有但是其实会跟政策方向或者是整个产业的发展跟变化 会有一些关系 例如说我换另外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你今天不让大家去上下架的使用 或是不让这新的业者上来 他某程度也是保护了旧的业者 那他确实应该要有的所谓的竞争 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种公平性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法当然目前是通过在有关于NCC的 这个任期是不是严认的这部分 但是另外一个其实当时也引起争议 不过这个案子好像后来就没有通过 就是有关NCC委员的这种 的方式 目前是由行政部门提名 然后立法院同意 那这个在野政党是希望依照国会的政党比例代表 他当然也有提出说 那反公共电视的基金会公司基金会 也是由行政院提名 然后立法院组成的一个提名审查委员会 来同意 那这个案子没有过 但是我不知道下个会期会不会继续讨论 因为他可能会有关 是不是违宪相关的问题 你怎么去看待 这个在野党提出的这些 这种所谓的NCC组织委员的这种调整的方式 因为说实在有些国家 他们也是由行政部门直接任命 那他也不见得是要经过立法院 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好的谢谢 这个问题我真的只能说 原来的所谓的政党比例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提案 只能说两个字 五汤 好那为什么五汤呢 因为老实讲 NCC在刚成立2006年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他的委员的产生过程 确实那时候是用政党比例 可是很快的 当时行政院认为说 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 可能违反了很多的重要的宪政原则 所以他们是提出了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然后大法官会议613号的解释 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讲了 就是说 虽然NCC叫做独立机关 可是 民主国家里面 包括三权分立 当然我国可能是五权分立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权力分立的这个原则 而且各司其职 这种民主国家的宪政原则 是不可以被侵害的 那当 如果NCC 他还是属于行政权的一种 那行政权之一 其实他当然行政权之间 他彼此也有一种监督 然后负责这个行政权的 这个执政的成效 所以行政院 或行政机构 他拥有这个提名权 是不可以被立法权 给任意剥夺的 所以当提出这个政党比例制的时候 613号解释 我已经非常明确的讲 这个是违宪的 所以后来的NCC组织法 才改成我们所看到 现在这个样子 就行政院长提名 然后国会同意 所以我要讲会说 刚刚就是说 已经被大法官明确解释成违宪的 我不太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的国会议员 还要提出一个 百年违宪的法案 那当然中翔刚刚也有提到 所以当时他们在提出 这个案子的时候 确实也有非常多的 民间团体反对 所以当时 可能包括这个青鸟行动 在这个国会之外 其实也针对这些提案 也有提出批评 很多公民团体 可能包括美观 然后美改社等等 很多团体大家都来讲说 这个违宪 好那第二个 我想当然希望 是这些在野党委员 有真正的体认到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违宪的提案 那第二个 因为有非常多的 民间的团体反对 所以在这一次 他们通过NCC组织法 的修正案的时候 就没有再提政党比例的 这个提案 所以但我的理解是说 可能他们也 也有前述的考量 那我是希望 他们不要再提了 因为我想这个再提是 不可能 不可能通过 这个宪政的原则的检验 不过也有委员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国厂老师 就提出要放公式基金会的模式 那这个不一样也是从立法 行政部门提名 然后经过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又有一个 提名审查委员会的方式 来去做 这个所谓的审查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 这个提名审查委员会 是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 所组成 那这个也是另外 这也会有违宪的问题吗 还是这是可以讨论的可能性呢 好谢谢 因为我刚刚提613号解释文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 是两者不一样的 NCC作为一个通传监理的独立机关 它还是行政权的 它还是政府的 可是公共电视是媒体 而且公共电视的 公共电视法里面很明确讲 公共电视属于国民全体 所以其实两个组织 根本完全不同的定位 绝对没有办法等同而论 所以今天来说 好像看到台湾有一个叫公共电视 然后有个政党比例制的 一个董事的产生过程 就要把它全然的移植过来 针对一个部会的委员的产生过程 我认为这是完全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措置 这是第一个 刚刚讲组织定位 然后第二个是公事的董事 都是坚韧 我想各位知道 其实说穿了 大概就是社会贤导 NCC委员是专任职 他们是要上下班制 然后要做非常多重要的 这个法令的制定 然后监理政策的决定 所以其实光是他们来行使这个职权 所付出的心力 然后公事跟NCC本身组织定位上的差别 其实就很不同 然后第三个 其实他要求治理的代表性跟专业性也不同 所以其实NCC组织法里面很明确就讲 七个委员里面他必须要有哪些专业代表性 他必须要有电信 要有传播 要有法律 要有财经 那公共电视呢 因为他属于国民全体 所以公共电视他的董事的代表性 他反而更强调什么 要有族群的多元代表性 然后他也要求说 因为他是公共媒体 所以也希望他有文化的或者是传播等等的代表性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完全是两个措置的 一个随便 我认为这真的是太平易形式了 没有考量到两个组织的基本差异 对 所以最重要是在于 他这两个组织的定位跟他的目的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是 那当然在这次的修法当中 除了NCC之外 就是相关的这个组织法之外 另外一个我想比较多人会去关注 就是卫星电视的这个法令 那卫星电视法事实上 在1997年开始通过实施 那中间有经过了几次的修法 那这次的提案大概就是卫星电视执照的年限 这个部分是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 那例如说这个 就有一些委员就提出来说 这个卫星电视的执照 那我们知道是6年 6年就要所谓的换造一次 那所以有些委员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参考这个广播电视法 或是有线广播电视法 特别是有线广播电视法 改成是9年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执照是可以延长 那中间我们当然可以做比较多一点的 这种所谓的规范跟管制 那这个同时 其实包括业务员之业委员也提出来说 现在媒体已经非常的蓬勃发展 然后已经不是过去的 好像用什么卫星电视 无线电视 或是各种分类的方式 所以他认为说 卫星电视台的换造方式 应该没有必要再用这种年限来规范 就是说他甚至主张说 要取消相关的卫星电视执照的期限 这个说法事实上也蛮有道理 我想在传播学界 或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 其实平台的影响力 已经高过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卫星电视 甚至很多的网站 甚至很多的YouTube的影响力 这所谓KOL的影响力 可能也超过某个单独 单独的这个所谓的电视频道 那你还在管电视频道 然后还要不管是五年 九年六年 他都是一个期限 这会不会造成一种所谓的不公平的竞争 会不会造成是一种不公平的管制 那其他国家他们怎么去看待 卫星电视跟这种所谓的一般平台上面 这些资讯提供者的这些差异呢 好谢谢 这个我想我跟中小 我们都是在传播学界 当然也都对政策很关心 所以刚刚中小讲的 真的没有错 从一个管制的趋势 还有从各个新的传播科技 传播的平台出现 其实环境一直在变 而且这个变化非常的剧烈 所以它一定会影响到 我们怎么样重新来思考 那国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子的程度来介入 这些传播事物的管理 或者是对于这些传播的经营者的 一些监督的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一些大原则 我认为重新去思考 重整这些监理的方式 或者是执照年限 第一个我同意的是说 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可以讨论的议题 那这是第一点 那当然第二点是说 如果要进入讨论的话 那要思考哪些事情 那当然我也趁这个机会 我刚刚其实也回想到 我自己在NCC的任期 其实2016到2020 那其实我在现任之前 那时候其实我们邀请了 非常多的传播学者 然后也办了好几场的会议 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 传播政策的白皮书跟绿皮书 就是希望能够针对 现在新的这些传播的环境 是不是管制的做法 要有非常多的新的思考 那当时其实就是希望 针对一些重要议题 提出几个政策的方向 那当然因为毕竟换届了 可能委员他们有一些不同思考 或者他们也在忙别的事情 那可是回过头来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作为一个监理机关 他也常常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各位如果有记得的话 因为我们的数位发展部 其实在前几年才成立 那数位发展部的成立 本身确实就是为了数位经济的一些新的趋势的需求 而做的政府的部会的调整 那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 NCC的组织权限 其实也相应的做调整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 在NCC的组织法里面明定了 NCC对于网继网络的内容 简里是要负责的 那这个可能在过去呢 就是说他的组织权限里面 好像还比较线索在传统的电信 跟传播事务的时候 比较没有被讨论到 那可是呢 目前这个是已经入访 那第二个 各位或许也有印象 尤其是我们这个网络的年轻世代 那NCC在两年前曾经提出一个数位中介 那数位中介服务法在干什么 其实他就想要去处理 现在的数位平台的问题 就是就像刚刚中阳讲到的 那是平台的影响力这么大 对不对 一个平台动辄就是 在台湾就有这个上千万的使用者 然后这个每天 每个人挂在网络上的时间那么的长 还有刚刚包括的自媒体的兴起 KOL它的言论的影响力 可能比非常多的传统媒体都还要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说 那数位平台它还是一个 言论自由 这个不受限的空间吗 我可能 我觉得在一方面 可能我觉得一般的使用者 可能心情上 可能也不见得会这样子认为 那第二个是 从国际管制制的趋势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也开始慢慢在做立法 在面对现在的这些网络网络的环境 跟这个平台到底它应该负什么责任 所以我试着从这样的一个过去几年的变化 回过头来 想要来谈的是说 一方面我同意我们确实要对传统的电视的管理 要重新再来做检讨 那第二个这个检讨同时要纳入是说 我们对于现在的网络环境要怎么样 透过什么合理的方式去介入 或者是去要求 那当然这个目的是希望平台 它可以对它所提供的服务 或者是平台上面的内容 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不然我们常在讲的所谓诈骗 所谓网络的霸凌 或者是对不对 这个什么 这个私密的影像 对不对 被拿来作为商业的利用等等 这些违反性贫的事情 这些都非常的严重 可是这些事情完全在网络上发生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法规的介入 或者没有包括对业者克责 那我觉得这些层出不穷的侵犯人权的事情 只会让我们整个社会的传播的生态 其实会越来越糟糕 你的意思是说 卫星电视的执照是五年六年九年 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议题 但是你觉得在找讨论这件事情的同时 既然平台的影响力是这么大 我们应该回过头来也要同时讨论 怎么去规范这些平台 或是让这公平台当中有一些应该要有的负的责任 那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必须同时要去做一些合并的讨讨 是是我当然也希望说不管是驻院机关或者是说 这国会里面非常关心台湾的传播生态的这些国会议员可以把 就是我觉得可以是把大家视野更放大 而不是说好像因为我可能会看到在这一波的修法里面 好像在野党好像因为过去的NCC的一些决策 非常不满而提出了一些比较所谓的针对性的修法 当然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我想中华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那回过头来是说 那其实传播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更大的视野 能够透过不管是国会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努力 让台湾的传播环境是可以符合民主国家的需求 那如果从管制术语来讲 我们其实叫做平衡管制落差了 因为过去确实我自己的服务经验 或者我自己在学际 其实也很多的传统媒体的业者也会 他们老是就在那边指着网络说 为什么网络上那些乱象你们都不管 然后呢把我们比如说卫星电视 把我们这个无线电视管得死死的 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 那所以可能包括刚刚中讲提到 如果这些党的立委他提出来说 我们把电视执照六年是不是太频繁了 我们把执照的期限拉长 所以我同意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降低对于传统媒体的一些管制的强度 因为说真的六年换一次照 其实从主管机关NCC内部的行政作业 那是一个无时无刻 因为台湾有好几百家的 不是六年换一次照 还有还有两年还是三年又评鉴一次 还要评鉴 对还有评鉴 是其中还有 有几百家的频道 所以你可以想想 所以对这些基层的事务官来讲 他们其实每天每天都要处理这些业务 所以就像回过头来刚刚你所谈到的 如果传统媒体它现在的影响力 没有过去那么的大 而且因为现在有网络的这些内容 也分散了很多使用者的时间跟注意力 我们要重新来思考 所以对于传统的媒体的管制 包括监理的成本要放多少在这边 对我完全同意 就卫星频道 如果我们要讲的是说 卫星频道或者是电视频道的执照的年限 要不要再把它拉长 然后管制的力度可以稍微做调整 这个部分我是同意的是可以讨论 的确实是很需要更完整的去讨论 不过说实在就像刚刚珍琳老师提到了 这一次的修法 真的是蛮针对性的 包括NCC的组织法 包括卫星频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具 针对性的这个修法的提案 就是中天 我想很多人在关心中天的这个执照 那中天的执照 要不要予以换照是一个讨论的议题 可是这个案子会提到的是 那新闻频道是不是要换照 那或者是说中天已经这个不予以换照 那但是他是在活着嘛 那是不是要让他恢复 如果在案子这个法案如果通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 这个虽然很针对性 但是其实也跟到底要不要去管理新闻频道 要怎么去管 这也是一个必须要一并思考的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参谈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参谈时光会客室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 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洪真林洪老师 真理你好 钟祥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于NCC组织法的修法 以及卫星电视法的修法 这两个法都是在业党所提出来 就蓝白两党提出来 当然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具有针对性的目的 过去对NCC的做法的不满 或是对于一些条文的某种的规范的不满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再去讨论跟检视的地方 当然谈到针对性 我想下面这个要谈的东西 那个针对性可能是更强 那事实上有委员有提出来 是在让委员提出来说 这个卫星电视新闻台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在这次修法当中 大概有两个版本 他们都在谈到说 要去增加这个新闻频道的一些定义 那但是他们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新闻频道的这个 对言论自由对新闻自由是很重要 所以为了避免不当的干预 应该要降低政府对于新闻频道管制的密度 那这个管制的密度的一个做法就是 执照是永久 永久就可以去拿到这个执照 就是我今天拿到这个执照 那我可能就一辈子 也就是说不会再有新闻频道换照这一件事 这个部分当然跟刚刚谈到 卫星电视执照是不是能够永久 那是有关是有观念 只是说这个比较特殊的是把新闻频道给拉出来 那他这里面也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同时为了避免致死新闻台 跟新闻自由 跟受到不可回复之损害啊 所以如果他做出了不与换照的处分 就是说如果不是永久的状况 底下罪不与换照处分 那救济期间行政诉讼判决的时候呢 判决之前呢 申请人的这个证照也是有效 就是你还在诉讼过程当中 你还是可以继续的经营啊 那而且我觉得一个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这些 效力啊就是 硕极既往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这个案子通过了 那这个中天他可能又可以再恢复 所以这导致很多人的这种不满 或者是不安的情况 虽然中天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依然在YouTube频道上面 其实 其实经营的还蛮不错的 不管是他的这个内容 或是他的这个点阅下载 其实还是蛮多人看的 所以当然也会能变成说 你这个把他拿掉职账 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存在 那这个执照有意义吗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条文的这种法 这个法案的一些内容 就是一部分跟我们刚刚谈到是有关的 在这种数位时代管载执照是有意义的吗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那新闻频道可以 中天可以再回复以前的样子吗 或者是说 管制新闻频道是跟新闻自由 有什么样的关系 会造成新闻自由的影响吗 好 中小 这个真的是一连串好多个问题 而且这是深水区了 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来谈 因为现在我们当然进入到 这个在业党立委提案 针对新闻执照要有特殊的管理 因为我们刚刚先谈了这个 卫星电视执照的管理 那第一个新闻执照的管理 新闻台跟一般的电视台 是不是要特殊的管理 那第一个它有没有特殊性 当然是有了 因为新闻这个资讯的内容 跟一般娱乐性的内容确实是不一样 好 那这个特殊管理 我们现在就像刚刚中小说解释的 我们看到这个修法的提案 可是确实 为什么当时我们有非常多的学者 或者是公民团体 会反对这样的一个提案 因为你太量身打造了 你这个量身打造就是说 第一个新闻执照可以万年化 那就是说你新闻执照没有期限 说穿的就是 如果今天你拿到一个上架的新闻执照 那其实主管机关也莫可奈何 那第二个是说 它还提出来的是 如果今天你这个过去 因为各种表现上面的争议 然后你被不予换照了 还可以回溯 今天就说只要你 这个提出法律上的诉讼等等 都还可以执照继续有效 而且都还可以回溯 那这回溯摆明了 就是说我过去主管机关 曾经执行过哪些个案 那确实我想我们大家可以 很明确的就看得出来 这个说穿了啦 就是为了终点量身打造 好那但我想回过头来 就是说一个这个修法的提案 是不是为了个案去 想要平反个案而做这样的 一个一般性的修法提案 我认为这可能在一个 这个立法修法的初衷上面 就有问题 那第二个 我们当然想回过头来看的是 刚刚中奖有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确实也是在过去的这几年 跟新闻执照有关的争议里面 那第一个会被拿出来高举的打击 就叫做新闻自由 那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传播学者 过去也在新闻界服务 我常常觉得说 我们这个社会在讨论新闻自由的时候 每个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 都不一样 那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 有些时候我甚至比较担心的是说 新闻自由其实会被变成 拿出来当作一个反民主的一个理由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如果我们真的回到 为什么民主国家要给新闻媒体 要给新闻自由一个特权 说真的它是一个特权 因为当这个特权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从事新闻业 或者你当公民记者 你在做一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受到新闻自由的保护 可是新闻自由的这个特权里面 它其实连带着是你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负相当的责任 他是不配拥有特权的 那不然他不叫privilege 那新闻自由它连带的责任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为公共利益着想 第二个你要提供真实 好那你要符合公平原则 这个是其实普遍的民主国家 对于新闻自由的责任的相对的期待 这个并没有台湾并没有特别的严格 那这也是回过头来 为什么我们的微信广播电视法 会在2015年的修法的时候 把新闻频道必须要进真实查证的义务 必须要符合公平原则放进去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历史 这个修法的历史 其实如果回过头去追溯它 为什么会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台湾的民间社会 普遍对新闻媒体的表现非常的不满 我想这个因为中常作为 我们这个传播的公民团体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行动者 你非常 我已经推出江湖了 其实现在在做的还是一个行动者 也是 然后说的是说 我相信你对那段历史非常了解 因为你都参与过 也就是说因为太多的新闻 这个违反事实 然后侵害人权 引发这个社会的不满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里面 促成了国会的修法 那NC这几年在做什么 他就在落实执法 所以呢 就是对新闻频道 你的表现 你是不是新闻直播上面 有这个违反真实查证义务 因为你太轻忽了 或者是因为你可能是不是基于 这个特定的政治立场 你想要支持某些政治 这个政治人物 而造成你的新闻的播报上面的 偏颇等等 那过去呢 NC也确实因为事实查证的这个责任 而有了一些个案的处分等等 所以第二点我要谈的是 从新闻自由连带的责任的这个事情 其实下一步就是 那不管机关要不要 让新闻媒体 他担负他应有的责任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过去几年 台湾的NCC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不管是处分的力道 或者是他要求 这个频道的业者 他要善尽事实查证 或者是公平原则等等的这些责任 他做得好不好 那这个确实也就是现在在司法诉讼里面 可以透过司法机关来做最后的评价 所以在这个阶段 透过一个修法的方式 就是给新闻台万年的执照 我还是那两个字了 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 可以看我们过去这几年来 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新闻台的表现的满意程度 那这个我们可以有 像NCC他每年其实都有做这些传播的通讯 使用的调查等等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民众对于媒体拥有政治立场 对于谈话性节目 可能有非常多言论片 其实民众持续长年下来都是非常的不满 那这个不满的状况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主管机关他还两手一摊说 OK那以后新闻执照都不用管 那其实等同也就让这个监理是失效的 那你认为回过头来 我们的民间社会会可以同意说 你一个政府机关完全不作为吗 我会认为从我们的民众对于政府的期待来讲 我认为民众应该不太可能 如果在现实上面中天还是存在 中天还是在YouTube频道上面存在 所以现在这种管理上面规范上面 它的实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我想你谈的这个问题 就有点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对电视台的管理跟网路的管理 所以其实我们前面想谈到的 我也确实也要强调的是在于说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重新去思考 对传统媒体跟对于网路上面的 这些频道的管理方式 甚至于是对这些拥有 可以决定哪些内容 可以让一般民众看到的这些大型的平台 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的社会 大家是看为了一个资讯生态的健全发展 我反而会希望大家更把注意力 或者是这些心思放在对网际网路的 不管是内容或者是平台的管理上面 那不是一个回到我们刚刚不是那种很针对性 只有针对一个部分而忽略了其他整体的这种发展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也是民众提出来的一个修正案 是有关于这个财务的透明度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 他的说法是说 这个电视对民主是有很大的关心 然后卫星电视相对很多的媒体 更有更高度的公益性跟公共性 所以他应该去给予他的那种所谓的监督更高 那他提出的监督的方法 就是应该客与电视新闻业者公开发行的义务 股权揭露资讯揭露的义务 财务资讯揭露的义务 以及采购补助广告收入来源揭露的义务 那这个才能够去促成这个资讯透明 并且确保民主专业自主 那这其实在过去 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的传播学界 或是在社会里面也有类似的讨论 因为台湾的媒体问题很大一部分 他基本上来讲他的财务不透明 所以这些钱是不是经过层层的转投资来 背后会不会有中资 那或者说这个其实就会有很大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 他可能在英属盖漫青岛 巴拿马群岛 然后随便换一个名字 那背后可能是中资 或是哪里来资 我们不知道 所以那个财务透明就变得很重要 那另外很多是说 很多的媒体在过去曾经出现大量的 这种倒闭草 那因为他的员工不知道 这个公司的财务的状况 所以他通常都最后一个知道 所以监督媒体的另外一种主张 就是希望他能够财务透明 当然这透明部分是不是 包括这个部分 包括连采购都要算在里头 这当然是可以讨论 可是股权的透明 股权资讯的透明 或是公开发行的义务 这恐怕也是一种很多美改学者 或是社会大众的主张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修法的建议呢 是 其实中长你刚刚讲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 同意了 我完全同意 所以 看其实这个提案 就跟前面的几个提案 其实完全反其道而行 那我就记忆所及了 我想 台湾我们其实过去 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反美体垄断的运动 那其实民众党这一次所提的 针对这个新闻频道的管理 跟一些资讯揭露的义务 在反美体垄断运动之后 所形成的反美体垄断法里面 其实是有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的一个立法的提案 那我想从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 我完全同意就像你所提到的 那如果 新闻的频道的运作 对于跟民主之间的关系 更甚于一般型的频道来讲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让新闻频道 它的资讯能够透明化 让一般民众理解 这个频道的资金来源是谁 它的老板是谁 而且另外一个 我觉得放在现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那我们过去这几年 包括对于假讯息的研究 包括对于中国透过广告的 广告的购买 来想要试图影响台湾的主流媒体的意见 还有当然有更多潜藏的 是不是中之他会透过这种 这个隐为的管道 可是直接其实已经可以影响台湾的媒体的运作 跟新闻甚至于是谈话节目 但我们之前也曾经看到 媒体的头版的报道是 这个台湾的台湾的谈话节目里面 其实是可以有中国的 这个媒体的人都可以在现场做监督等等 那这些传闻其实在过去几年也已经不断的发生 会让我们回过头来必须重新去解释 如果台湾要维持自己的民主 如果新闻台的表现 是要能够服务民主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的资金来源 其实也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同意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提案 所以回过头非常有趣 我们就会看到当然在野党的提案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说 新闻执照都不要管 对不对 新闻台就是不要管 让他拥有新闻自由 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反而看到的另外一种思考是说 就是因为新闻台太重 所以新闻台的运作 新闻资金的来源 需要摊在阳光下 让更多人可以去监督他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蛮高度管制的一个主张 就是那个财务特别 相对来讲是 对我想业者应该是 应该会蛮多不同意这样一个做法的吧 对 业者他可能从他的角度 他当然可能会希望说 对啊 你政府经常不要管我 可是我觉得从整个市场来讲 也真的非常的有趣 我就记得 因为之前那时候我们在 看中天的一些被民众申诉的 违反事实查证的案子的时候 有些业者就会来跟我们讲说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一家频道可以这样做新闻 你们不管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为了整个市场 就是这个市场 是不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 这个除了自律之外 共同可以有一个新闻表现该有的样子的时候 如果当集体的自律 那个防线汇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别的力量进来 当然我们最期待的是公民的力量 可是公民的力量有些时候管不济及嘛 那所以政府在一些适当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 OK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条文是跟党政军有关 就是这个广电三法里面 这翁晓琳提出来的 就是本来就是要求政府政党不得经营媒体 那这个是为了维护新英文自由的目的 但是他提出一个说法 我觉得还蛮有趣 他说现行的 卫星广播电视法对于党政军 这个投资的状况 其实他们是被投资 就是这个频道是被投资 结果是被投资的人被处罚 那个党政军可能没有被处罚到 所以他会觉得这种所谓的归咎 这个所谓的究责的对象是不合理 那所以他就主张要把这个党政军相关条文给删除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奇怪 就是他又不是强迫你要去投资 你投资你应该会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还有更值得在讨论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媒体 可能已经没有党政军的直接的投资 可是我们的媒体的立场还是那么明显 那所以哪一家媒体是蓝 哪一家媒体是绿 我觉得都会蛮清楚的 而且甚至影响政治立场 也可能已经不是党政军 而可能是其他的经济的因素 或者是国际的因素 所以这种去规范党政军 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吗 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这种所谓的媒体的股权结构 是层层的投资 所以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例子 就是说其实 你第一层的投资者没有党政军 可是第一层的投资者当中 可能的第二层或第三层有党政军 那这个算不算也是党政军直接投资 那对业者来讲 我怎么知道 他的背后的母公司的母公司是有党政军 那这个实际上面他要 这种母公司的母公司要去做规范 或是背后的这种孙公司要去影响这个媒体 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规范还有意义吗 是是 谢谢这个党政军的议题也是 我觉得也 第一个他当然是台湾 这个民主化进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过去 这个所谓的老三台时代 我们的小时候都为这个奋战过 对对 所以又回到这个中翔 曾经参与过的台湾民主化的历史 所以当然党政军退出媒体 他绝对是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化的意涵 那当然这个时空环境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思考 所谓党政军跟媒体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然第一个 现在我们不是威权政府 那第二个呢 确实现在的政府呢 也不能够直接经营媒体等等 那回过头来 温小林的这个提案 当然我也不知道说 他是不小心还是故意 因为他提出来的一个 在目前党政军的资本形态里面的一个特例 可这特例确实是存在的 简单来讲 今天台湾有几家媒体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 或者说他的资本 资方本身就是上市公司 那上市公司 他没有办法决定谁要去买他的股票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就像 对就像这个台阁大集团 对他可能他有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投资 或者是说上市公司 他就是对 可能有政府的假设 国发基金的投资等等 所以这个会变成是上市公司 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 这个现象确实存在 可是你要去讲说 因为被动投资 而把整个党政军条款的罚则 完全拿掉 我觉得这个有个成语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洗小 对不对 你要这个倒洗小水 你把整个婴儿也一起倒掉了 所以对 就是说你用罚则完全去除的方式 想要去解决刚刚讲的 上市公司被动投资的这个困境 还有确实 因为NCC历年来 也因为这个条款的问题 他也就被动式的 就必须一直罚这些媒体 不过但我觉得这里面几个问题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法令解释的问题 NCC其实他如果重新检讨 他做不同的法令解释 他可以不用再一直罚这些媒体 第二个 我觉得当然更重要 就像刚刚中长所提到的问题 现在要重新来思考 党政军跟媒体的关系 很多时候不是政府的权力高于媒体 而是今天有些媒体 他自己本身因为具有影响力 他反而可以反过头来介入政治 这个我觉得其实包括执政党 或者过去的在野党过去 其实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案例 我觉得这反而也是现阶段 我们要面临的媒体民主化的困境 就是重新再去界定媒体的经营 跟政治的互动的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不是单纯用把党政军的法则 就这样一笔抹杀 然后这其实是会开一个更大的洞 那这样告诉大家说 没关系 以后这种政治权力 跟媒体之间的眉来眼区 或者更实时的合作 在这种 如果这个修法真的成的话 那以后更多的明目张胆的 这些违反民主奋纪的正媒互动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想起起以为不可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 你自己怎么去看在野党 这么积极的去提出 这么多的所谓的修正案 除了你刚刚谈到针对性很强之外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有些东西也是有道理 但很可惜 我们没有好好的讨论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当然有些人觉得说 我就是要为中天翻盘 我就是要去给NCC一些教训 那你也这样认为吗 还是他其实有 其他很重要的一些讯息 之后去关注的 是我们当然很难去 很难去真正探求 这一些立委的提案的动机 可是因为他们提案很复杂 面向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他们背后的思考动机或他们得到的资讯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像你刚刚谈到的 有些就是明显 一个就是说 为了要让政治权利可以介入NCC的提名 或决定用政党比例 这个我是完全无法认同 那第二个是说 为了要帮中天翻案所提出来的这一些量身打造的修法 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是非常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动机本身就不是非常的纯正 可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 包括说 好 翁晓琳提这个党政军的提案 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正当性 可是我认为他的解决方法错了 然后我们提到民众党对于新闻执照 认为要增强他的资讯的透明度 我认为这个是对台湾的新闻台的监督跟民主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当然最后整体来讲 就是我想刚刚跟中党也讨论到非常多 是说如果站起来在野党非常关心媒体的监力 非常关心新闻自由 也非常关心NCC是可以善尽职权 我觉得这些面向都非常好 也很需要大家的关心 可是在讨论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说可以把一些 因为个案的不平的心思 可以稍微放淡一点 而为了更好的 就是说让主管机关好好做事 正当做事 然后也让这些媒体可以安分的 安分守己或者是更好的经营 然后也希望是说 让台湾的网络的环境 是可以比较健康一点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 我们整个民主的发展 对这些全部的 我们的所谓的媒体的禁用者 我们的公民来讲 这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 今天非常谢谢曾林来跟我们做这些讨论 我们虽然有机会在这讨论 但我也希望我们的立法院可以好好地讨论 这些议题 因为其实在野党提出来东西也不尽然全部都是私籍的利益 他很多还是具有一些公共性 只是因为可能媒体的报道 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个冲突性的面向是被呈现比较多 那在野党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那但是除了那些比较针对性的东西 要好的这种检视之外 提出来一些案子的本身 我觉得都蛮有值得我们讨论的地方 谢谢曾林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好 谢谢钟祥 拜拜 拜拜